北京时间2021年7月12日下午3点半左右 中国江苏省发生一起酒店房屋坍塌事故 事发地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林街道 邮车路188号的四季开源酒店 这间酒店的一状三层府房发生坍塌 苏州市吴江区救援指挥部发布的消息称 截至12日18时40分 已救出被困人员8人 其中一人死亡 四人生命体征平稳 三人正在抢救 另有失联人员10人 晚上8点45分 江苏消防救援总队救援人员又搜救出一名被困人员 距离倒塌现场约60米的民众告诉记者 在下午15时30分左右 他听到一声巨响 出门看到四季开源酒店的一部分倒塌 然后有大量救援人员抵达现场 现场周边约30米内目前被封锁 据介绍 倒塌的楼有三层 主要被作为棋牌式经营 据江苏消防消息 7月12日15时35分 江苏消防吴江大队接到报警 迅速调派12个消防救援站130人赶赴现场处置 南京 无锡等地的消防救援队伍 包括重型地震救援队及搜救犬分队在内 也同步进场参与救援 据了解 坍塌建筑为三层钢混结构 事发时正在装修 天眼查数据显示 发生倒塌的四季开源酒店 关联公司为苏州市四季开源 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0年3月 注册资本50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